没事呢 淘宝 蕾蕾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走 跟妈妈回去 我不能 你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呢 这些小朋友都是有病的 回头穿你怎么办 走 我不能 快 我不能 这么不听话 我不能 你干嘛去 我就是想去看看蕾蕾 她本来就对你有意见 蕾蕾 去博碗敲口车撞吗 你坐着 我去 小蕾姐姐给你们讲好不好 你吃不吃 吃不吃啊 你不吃是吧 不吃我把海没宝宝给扔了啊 雷雷妈妈 您别这样 我教育孩子关你什么事啊 不是雷雷妈妈 小孩虽然小 但也有自尊心 你这样逼她吃药 适得起碗 她不会适的 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在教育我是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我们家蕾蕾以前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 自从进了这个医院 饭不好好吃 觉不好好睡 都是你们挑唆的 蕾蕾妈 看您这话说的 我们怎么可能去挑唆蕾蕾呢 看看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 这小雅买的绘画本啊 给他们的睡前读物 睡前读物啊 小魔怪要上学 这分明就是挑唆小孩跟大人做的对抗的 你们安在什么心啊 雷雷妈妈您误会了 小雅这样做的用意啊 是为了更好让孩子相信他 这样可以更好地配合治疗 这没有问题 那我谢谢你们 我特别感谢你们 离我们家孩子远一点 我们不欣赏你们喂药 出去 接着给我出去 真是莫名其妙的 你还抱着这个舒适吧 找我干嘛呀 怎么着呀 看你这样出师不利啊 不是 什么意思啊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什么齐 齐什么东西啊 齐兴 我找他算账去 不是他 不是他 那谁 你告诉我 我冲死他 叶梅 叶梅 我 化验报告 我 我先去取 假装 喂 对 威威是在我们的家户病房 对不起 不能探视现在 是是是 抢救他的医生 是我们儿科的一个住院医 好好好 我一定把你的感谢转达到 也谢谢你的关心啊 好好好 就这样 请进 请进 夏琪医生 副院长 我想跟您澄清一件事情 坐下说 我就站着说吧 对于电视台报导的这件事 我很抱歉 虽然我已经跟护士长强调过了 也跟电视台的人说得很清楚 可是没想到 还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不用过分地自责 这件事我们要从大的方面考虑 虽然事情不是你做的 但是是你通过电视台 及时把它播放出去的 而且对社会 带来了很好很正面的影响 院方是很肯定的 至于电视台 它可能是考虑播出效果 对有些环节进行了加工 也许是由于匆忙 忽略了一些东西 但这都不是你的错 如果因为这件事 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院方会想办法帮你澄清的 谢谢副院长 行了 没事忙去吧 好 那我就先走了 副院长再见 再见 你的报告要尽快啊 好 没问题 放心吧 你好 我听也没说了 魏魏的新衰 有加重的迹象 手术计划已经做完了 就是这两天排得太满 不能超过明天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保守治疗恐怕 坚持不了多久 那这样 我马上个月里打一报告 争取开一个 绿色通道 好 尽快给他安排手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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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对啊 我没单手机 你是不是跑去教训人家七声了 何止教训 我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 你 你 你是不是也很生气 我就说嘛 明明是你救的 凭什么被他抢完工啊 行了 我气的不是他 是你 你生我什么气 你怎么就这么冲动呢 就凭电视上那几句话 你就跑去教训别人去骂别人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我过分 我是去帮你出气好不好 跟他摆明事实 事实就在这儿放着 不需要你去讲明 你能不能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人齐医生怎么可能 这么明目张胆地 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来 你到底是相信自己的同事 还是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我现在最不相信的就是你 张胆佳 你这么做实在是太伤人了 你这么说我 也不觉得太伤人了 来 你现在最开始的 这是你 你现在封锻医生 你怎么会REC 你身上血迹 你现在封锻医生 你的身体 你身上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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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为你身上血迹 你身上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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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有个棘手的问题 没有家属签字 我来签 那院长那边怎么办 责任我来承担 在没有家属陪伴 没有诊疗费的情况下 进行义务手术 好 手术前 甲乎病房你全全负责 放心吧 那我也去准备了 小胖 密切关注患人体温 一旦升高 马上进行降温措施 知道了 医疑上 唐云佳 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呢 要是 我能去观摩手术吗 你去做什么呀 我也想去 那你知道观摩手术的要点吗 站在原地 不说话不乱动 好 去吧 谢谢老师 小胖 订好了 小胖